不将人生 歹戏托伯 不过三位主角看来都没打算让连续剧下档 从一开始传出了不伦恋 到后来变成大老婆的反习 又变成三位民事之间的三角恋情 最新的发展是 陈子玄在脸书上面放上了最新的文章 他指控昔日的恩师刘宜 八年来都对他用言语性骚扰 不仅如此 在他的耳边说话的时候还会呼气 经常讲一些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不过今天刘宜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他真心的告白 说他爱陈子玄是胜过了他自己的生命 但今天陈子玄透过了电话访问 他说认为刘宜的话讲得很恶心 他在脸书上面讲得最具属实 也希望刘宜不要再乱放话 选在陈子玄生日当天 刘宜终于说出真心话 向陈子玄爱的大告白 当然爱他了 差不多我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的生命会结束 但是如果说我的理念可以延续 那不是人生很美吗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然后再来是说他讲这个话 听都听不懂 而且现在讲这个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讲的每个都是属实啊 他当初是怎么性骚扰你的 这是我上面写的那样 刘宜真心告白 陈子玄并不领亲 还在脸书上po文表示 喇舌事件爆发之后 他搭计程车到刘宜家商讨对策 没想到刘宜接到周刊记者电话时 竟然说早知道我就先上了 夸张还不止这桩 陈子玄说两个人一起搭电梯时 刘宜靠近闻他说 味道好香啊 我快受不了了 还有一次在出版社打电脑时 刘宜猛丁陈子玄的身材 只说看你的腰简直会让男人受不了 字字句句指控刘宜性骚扰 因为他现在情况是不正常 我们都不会计较 他讲的话你相信吗 所以说当他有一天说 你们讲什么话我都回应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问了 直指陈子玄跟随高谷话之后 变得不清醒 看来补教人生连续剧 从补教恶斗 转变成两男争一女的戏码 中文新闻正人宗潘兆文台北报导